It's Showtime! 這個出場會不會太UFC喔 畢竟我們今天講的是棒球 還有這個是累秀手套 Showtime 是大古祥平 Shohei Ohtani 在美國MLB的綽號 他現在在美國的人氣簡直是 紅不讓 You're not gonna see this anywhere in your lifetime How can you be a two-way player? If the season was to end today MVP would be locked up to Shohei Ohtani 大古祥平2018年從日本職棒 轉入了美國大聯盟 效力於美聯天使隊 而且才短短4年的時間 幾乎就是成了MLB的門面人物 這個賽季到目前為止 轟出了33G拳雷打 是大聯盟拳雷打打數 目前佔據第一名的領先者 才剛結束的拳雷打大賽 雖然第一輪就不小心輸給了SOLO 但是創下了ESPN轉破拳雷打大賽 4年來的收視率新高喔 比起疫情停辦的前一年2019 收視率成長了驚人的13個百分點 而且收視率最高峰就是落在 大古祥平跟SOLO的對決時段 如果大古祥平沒有那麼早被淘汰的話 想必呢收視率一定會更高吧 第二天又以史上第一位 投打雙七二刀流球員的身份 參加全明星賽 不得不說 It's show time 喔這樣講好爽喔 甚至連老字號的運動畫刊 Sports Illustrated 也以抖大的標題形容他 他不是貝比魯斯 他更強 這就是大古祥平 秀黑歐塔尼最近在美國引起的旋風 他在做的事我們從未曾經看過 他比佩比魯斯更好 比佩比魯斯更好 他很正確的組合 他很棒的組合 他很正確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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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也有看隨他的人喔 覺得這樣投打雙七不會太長久 畢竟貝比魯斯二刀流血自打了218場比賽 他就回到了外野 他曾經跟記者說 每天投球然後又輪打擊 這樣對手被太傷了 我發覺這樣從來都不是很有效率 但是天使隊的總教練 Joe Madden提到Ohtani就說 He made it clear he was coming here because he wants to pitch and hit This is what he loves He loves baseball and he loves the challenge I will submit to you that by doing both You are seeing the best version of Shohei Ohtani Not by limiting him 總之才四年的時間 大鼓香平現在27歲 我們只能繼續看下去 倒是最近ESPN的節目 First Take就讓很多人看不下去 Steven A. Smith 如果有在看NBA的話 應該知道這一號人物喔 他是NBA非常知名的球評 那他偶爾也會跳台下去講其他球類 他拿非常浮誇不作作的評論 深受球迷喜愛 而且還常常被做成梗圖面 7月13號他在節目 First Take上 針對大鼓香平不會講英文這件事 事實上他會說啦 私底下跟隊友溝通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他接受採訪的時候 總是會透過翻譯 話說很多英日文二刀流的大神們都說他的翻譯翻得很到位 針對這件事情 Steven A. Smith認為喔 對於觀眾年齡層日益老化的MLB來說 這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有害 我沒有辦法把整段節目都放進來喔 但是為了避免斷章取義 Steven A. Smith他是有強調 他不是針對大鼓香平從哪裡來 而是針對大鼓香平不會講英文這件事 對於MLB的行銷沒有任何的幫助 This brother is special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But the fact that you got a foreign player that doesn't speak English that needs an interpreter Believe it or not I think contributes to harming the game to some degree When that's your box office appeal It needs to be somebody like Bryce Harper Mike Trout Those guys 後來甚至跟節目同事Max Kellerman展開了一場畸辯 辯論說大鼓香平究竟值不值得當MLB的門面人物 I'm not taking anything away from Otani I know what he's doing on the field I know it's nothing short of spectacular But when you talk about an audience Gravitating to the tube Or to the ballpark to actually watch you OK I don't think it helps That the number one face Is a dude that needs an interpreter So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hell he's saying In this country 看完以上片段 你覺得大鼓香平在美國MLB 你不講英文對於行銷MLB賽事有沒有影響呢 Steven A. Smith的言論又合不合宜呢 你的想法是什麼 在我分享我的想法之前呢 給你們一點時間形成你們自己的想法 免得待會被我的想法給影響 好的 時間到 我覺得站在一個行銷球賽的立場來講 當然語言啊賽後採訪是行銷賽事的眾多方法之一 但是可以行銷賽事的方法有千百種 當然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市場 有不同的適合的方式 但是我們姑且來看 在世界的另一端 另一個州的 另一個市場 另一個體育賽事 足球 C羅當初2018年 從西班牙甲級聯賽皇家馬德里隊 轉回到意大利甲級聯賽的油文圖斯 其實俱樂部一定看的不只是C羅的得分能力 他的進球能力 一定也有看到他能夠為俱樂部帶來的龐大商業利益 C羅的到來等同於是為意大利甲級聯賽帶來了無數的新觀眾球迷 賣了無數的球衣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 第一天轉會就賣了50萬件球衣 50萬件 也等同於是更多人會去收看意大利甲級聯賽 油文圖斯的比賽 也增加了俱樂部跟贊助商的談判籌碼 但是其實C羅有一個點被人詬病 這個點甚至是記者形容他傲慢不尊重意大利人 就是他不講意大利文 他不學意大利文 他接受採訪的時候都是講他的葡萄牙文 但是我們坦白來說 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在油文圖斯的影響力 那麼回到大谷翔平 這一次的拳雷打大賽是4年以來的收視新高 平均有713萬人收看 特別是在秀黑歐塔尼登場的時候 甚至一度高達800萬人收看 而且現場觀眾呢我沒有記錯的話好像是5萬多人 有很多球迷是專程開車了好幾個小時 特別來看大谷翔平 而且現場的其他球星也真相要跟大谷翔平合照 他所到之處都是媒體真相要採訪他 我相信這個宣傳效應也絕對會比 你說可以直接用英文接受賽後採訪 這是更大更大很多很多的 當然前提是他能一直保持這樣高水準的比賽表現 那有點像是這個UFC的 Khabib Nurmagomedov小英 他剛剛踏入UFC的時候他也不會講英文 他賽後採訪也都是直接用俄羅斯文透過翻譯 但是他用實力證明了一切 他生涯戰績29比0 只要他出現的比賽就是票房保證 沒有人有半句話 而且在過程之中小英其實有一直在提升他的英文 到最後他其實也是直接用英文接受採訪的 I think like one more time I would beat Gunner McGregor 那麼秀黑歐塔尼他其實也一直在提升自己的英文實力 至於Steven A. Smith的言論 首先可能要了解美國現在是一個非常高度敏感的社會 那有他的好處就是各種聲音都需要被聽見 需要被理解 需要被尊重 但是也有變得過於本位主義或者是政治正確的弊端 然後個人意見其中一個就是種族議題 這是一個歷史以來始終沒有得到很妥善溝通和解決的問題 這一次Steven A. Smith就是被批評說 不尊重亞裔社群甚至有人說他種族歧視 節目播出之後這個火燒得很快 每幾個小時之後他就PO了一個說明影片在推特上 然後三個小時之後又發了一個道歉文 第二天節目上呢再道歉 那大意上是這樣子的 容我致歉 冒犯任何人 特別是亞裔族群以及大谷翔平本人 絕對不是我的用意 身為非裔美國人 我非常了解刻板印象對這個國家造成的傷害 我的言辭應該要更加敏感的 在這許多聲音都是敵視亞裔族群的年頭 儘管無異 但我的言論顯然非常不敏感 也令人懊悔 對於我所造成的苦惱 我神感抱歉 我會在早上的節目再次說明 一樣你是怎麼想的呢 記得留言分享在下面 也記得給我們影片按一個讚 那麼最後跳開一個話題 對於今天大谷翔平能夠成為MLB門面 這件事情對於我們亞裔社群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其實我是非常樂觀其成的 1958年這個巴西球王比利佩蕾 他第一次來到了歐洲大陸 參加世界盃瑞典 他以為歐洲人都知道巴西這個國家 但其實歐洲人當時並不了解巴西 而他在瑞典的時候呢 他發現了一件很妙的事情 當地的小朋友看到他的時候 就一直摸他的臉 一直摸他的臉 一直摸他的臉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原來當地的小朋友從來沒有看過黑人 同樣的 有非洲的小朋友 第一次看到白人的時候 嚇到哭出來 因為他以為他看到鬼 真是故事喔 當然這兩個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但是人的恐懼 人們的排斥 甚至是恨物 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於無知 出自於不了解 所以今天當有更多亞洲面孔出現在頂尖體壇 讓更多人可以從很正向的角度看見的時候 我認為這是小米無知的一件大事 現在MLV有大谷翔平 英超熱刺隊友孫欣敏 全壇有 這個已經退休了 但是最近有要出來打表演賽的 菲律賓的Manny Pacquiao 我舉的這些人都是在他們的領域裡面有王者的實力 但同時在場外 他們的個性和品格都是被人大為稱讚的 這些看板型人物對於小米種族上的無知 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對我們來說 能不能夠在公開場合用國際語言溝通 會的話當然加分 但是比起語言呢 更通用的國際語言其實是實力 再多的言語 再多的大內宣大外宣呢 都比不上實力和平德這兩件事的結合 以上個人前見 Peace 心動腳 請站的